谈论不同剧情看尽人生百拍 大家好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虽说鬼是一种很可怕的生物 但有时候人心却比鬼更可怕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妻子每天给丈夫做肉 但丈夫却从不敢吃的电影 杨丽和小和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 但杨丽因为意外流产 精神变得很恍惚 而且经常半夜磨菜刀 制造噪音 这让隔壁的龙婆不胜其烦 于是出来制止 还说了一些很恶毒的话 小和是开出租车的 她知道妻子压力大 就代替杨丽向龙婆道歉 可之后龙婆嘴里 还是不甘不敬地谩骂他们 早上小和被门外调皮的小孩吵醒 杨丽就为她端来了饭菜 可面对离自己最近的一盘肉 小和却一直都不肯吃 这时电视上报道一则杀人的新闻 杨丽听到后心神不宁地看着小和 之后小和出车去了 但她擦汽车就擦了一个小时 杨丽的哥哥大雄过来斥责她 说她去多赚点钱 但小和不愿意听她唠叨 就拿了钱赌她的嘴 之后小和就载了一对母子 母亲在车上一直数落儿子的不是 这让小和很生气 直接把他们赶走了 原来杨丽流产之后就不能再怀孕了 小和又是很喜欢小孩的男人 看到有小孩而不珍惜父母 就难免生气 这天杨丽又拿出菜刀 还一副要杀人的表情 看到精神不是很正常的杨丽 龙婆也吓得躲在了门后 这时大雄过来 她是这栋楼的保安 于是龙婆就向她告状 她自己的妹妹 她只能让龙婆担待一些 他们兄妹俩父母死得早 一直相依为命这么多年 感情也非常深厚 这晚杨丽又开始疯狂地剁骨头 无奈的龙婆就叫来警察解决 没想到警察也只是警告了几句 这可把龙婆气得够呛 还把警察给骂了一顿 而最近的小和呢 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手 当她睡着后 杨丽又看了一条杀人的新闻 而且最近死的人都是一些少妇 不过这栋楼的居民都不太喜欢杨丽 因为她总是拿着刀 很像是一个杀人犯 这晚杨丽又开始发疯 回来的小和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安慰杨丽 而是大发雷霆 原来杨丽把当初给孩子买的衣服和玩具都扔了 小和一听杀眼了 那些东西可是自己的精神支柱啊 这时她想到了以前的事情 杨丽怀孕时 她随手把一根香蕉皮扔在了过道里 而杨丽就是踩到了香蕉皮才导致流产的 可东西已经丢了 她能怎么办呢 隔天晚上 收工的小和刚好看到龙婆在打小人 她诅咒杨丽精神病 活该没小孩 这让小和精神出了点问题 但也没有出面制止 当她到门口后 却发现龙婆摔倒了 而且刚好是杨丽当初流产的地方 这让她一下就想起了刚刚诅咒的画面 于是直接把她打死 这时大雄过来查岗 小和怕被发现 把她也打死了 回到家后 她习惯性的又去洗手 而杨丽还在房间里磨刀 突然她将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原来小和因为害老婆流产的事情耿耿于怀 最终出现了精神问题 她看到那些不好好对待孩子的女人就生气 于是导致精神错乱 把他们给杀了 杨丽本想用肉唤醒小和 可小和却一直都活在自责中 无法自拔 现在小和竟丧心病狂杀了大雄 这让杨丽怎么都无法接受 最终杨丽倒在了小和的怀里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但她却告诉我们 乱扔香蕉皮会害人害己 嘴上不积德 更会害了自己的性命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